各位投资朋友们玩,我是亥投资路易斯 大盘上涨56点,涨幅0.53%,成交量1380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线图 近期是不是路易斯说已经占上关键的长黑 对吧,已经占上关键长黑 所以近期的盘式已经结束震荡片空格局 转为震荡整理格局了,对吧 近几个交易日都是持续地往上做攻击的 不过成交量也是非常漂亮的,一起搭配了上来 均线依然反压之下 这时候,现在的盘式就是一个多空皆宜的状况 多空皆宜,强势股偏强,弱势股维持弱势 所以像今天盘面结构很强的,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一起来看 盘式的规划路易斯依然认为是一个震荡整理格局,没有改变 不过短线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强势的一个走势 不过别忘了上方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空方跳空缺口还没有回补 所以现阶段还是要严格的控管你的风险 这个位置是缺口的一个下缘 近期即将有机会挑战到缺口下缘的部分 一旦能够成功的带量站上回补缺口,盘式级转为多方趋势 所以目前的规划依然在震荡整理格局 OK,挑战前高 回补缺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期货选择权这边 期货选择权的部分 空头排列加速持续的往下走 拖头排列加速缓步的跌高 结构一样在做转加 结构在转加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路易斯会开始转变从反弹的这个论点 转为震荡转多的一个格局 的论点就在这个多空头排列加速 所以近期的走势震荡 不过盘面气氛是转加的哦 所以一旦这个指标黄金交叉了 盘式很有可能转为多方趋势 按照目前指数的位阶 以及多空头排列加速的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大盘属于震荡整理 格局没有错 不过盘面气氛转为多方格局 是指日可待的 从指标上来看就是这样子 OK 好那今天盘面上很漂亮的亮点 叫做电子顶组件嘛 那电子顶组件是指哪个族群 今天很亮眼 被动元件啊 今天被动元件非常多档 个股是涨停的 像是股王国具 国具之前好像路易斯也有分享过 对不对 在这一根 这根黑棒出来的时候 这根是涨停的 隔天回测收了下来 又再次拉上去 今天又再涨停了 已经来到800多块的股价 今天的行情是外资推动的 外资买了1755张 那其实以基数名来说 它就是一个多方格局嘛 不过像这样子的个股啊 都要留意 短线上的一个大幅度震荡 OK 所以其实像这种震荡的回踩的时候啊 就是你一个很好入场的一个点 那当然停地停顺必须设好 所以像国具啊 还有什么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华星科 华星科今天是不是很强 6%一路往上攻击嘛 好 还有什么 何生堂啊 何生堂今天的表现 涨停嘛 非常漂亮 一样 这个走势跟谁很像 国具嘛 涨停 往下拉 连续两天再次的大涨 所以像这样子的走势啊 其实它走势有点太过凶猛 太过凶猛 它的操作难度就会提高 那其实操作难度提高 换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你的操作风险提高了 像这样子的个股啊 一个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支撑缺口 第二个支撑缺口 所以如果这样个股要维持强势 今天的低点就不能被跌破 如果被跌破的话 至少这一根长红的收盘要撑住 否则一旦往下挂 那后续很有可能走一个震荡整理 会耗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像这样个股 如果后续有回踩 量缩回踩的话 其实是还蛮值得留意的 被动元件的族群 近期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波段趋势也是多方 所以被动元件的族群 你还是可以持续留意 不过一样要留意一下 风险报酬比的观念 好 所以今天带大家看完了大盘之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根据我们的多空的怀力指标 在这个位阶上方这里盘整的时候 是不是那时候的指标已经是一个偏空的情况 后续引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灰彩 之后指叠反弹上来 整理再次的破低 这个地方破低 一样我们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指标 我们的多空的排列加速的指标 非常的重要嘛 它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呈现偏空的状况了 所以后续一样往下做沙盘 接下来近期正当整理 准备往上做攻击 那我们的指标是不是逐渐开始在做收敛了 我们的指标逐渐开始收敛的情况下 后续就很有机会站上这个颈线位 回补缺口转为多放趋势 所以目前的大盘规划路易斯是这样子看 OK 好那今天的大盘解析就到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